这是一片夹在海洋与山川之间的沃土 靠山吃山 靠水吃水 如何让烹饪回归自然 让食物回归最本真的味道 这是每个连江人寻味探索的目标 在连江市河淳镇处处可见一道招牌菜 它就是河淳鱼头汤 数十年来 它承载着一代代连江人的味蕾 技艺 和剪不断的悠悠相愁 清晨 水温凉爽 鱼活性大 是捕鱼的最佳时段 帮好的 餐饭 罗建章是生活在河淳镇的渔民 一大早他便划着竹筏去捕鱼 撒网 拉起 新鲜肥美的花莲被拉出水面 这次的收获令罗建章十分满意 鸡有两条大头 两条小个罗飞 这个大头都有十几茄条的 鹤地水库水质优良 两到三年的花莲重达十几斤 肉质鲜嫩 锦质弹牙 鱼头中含有丰富的蛋白质 卵磷汁和微量元素 成为连江人烹制鱼头汤的首选食材 花莲向来供不应求 饭店老板一收到消息就赶来向渔民收获 热锅下油 将鱼头煎至金黄 沿着锅壁浇上少许泥酒 去除腥味 让鱼头每个部位充分受热油相间 倒热水煮至沸腾 放入当硅 枸杞 红枣等药材 大火熬至五分钟 翻腾的鱼汤与滋补的药材融为一体 保留食材原始味道的同时 更赋予鱼汤多层次的营养价值 尝过鲜美的河醇鱼头汤 一游未尽的时刻又开始了寻味之旅 在距离河醇镇一百千米的龙头鲨鱼港 是连江市唯一的深水港口 那里孕育着另一种海洋美味 生蚝 每年的九月到次年的四月 是生蚝收获的季节 蚝农们正顶着烈日在海里收蚝 生蚝通常以串联调养的方式 在海下三十厘米到一米之间的深度 以嵌进行玉苗润苗 育松乳 response 可以生蚝 马上就要天黑了 晚餐和宵夜的主角之一 当然是肥美的生蚝 庆慧不可无失酒 圣言当须有肥豪 没品尝过生蚝的味道 就等于没有来过这座城市 连江人享受着美食佳肴 用食物抚平生活里所有的皱褶 也将对大自然的感恩与敬畏 融进饮食文化中 始于本源追求本真 这是连江人十位人生的精髓所在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